师父分享一个就是我学佛之后发生的事情 就是一个发起的事情 我有一次坐长途汽车 从欧洲一个国家去德国 横排过道坐的是一个中东的男人 他非常粗鲁的 把旁边的就拒绝旁边位置的人坐下 他大占两个座位 然后他就非常懒散的 摊坐着坐在我身边 也就是盯着我 他坐在我的隔一个过道 后来我睡着了 睡醒的时候发现他还在盯着我 而且能感觉到眼神不怀好意 脑袋里有想法 然后当时我也不会讲德语 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赶紧去佛萨 想着应对办法 想着下车后做什么 要做什么保护自己 然后在这个公路上 一般会有边境警察上车查看每个人护照 但是是抽查过网腔量 所以不一定会被抽查到 恰好那天我们的车被查到了 然后每个人拿出护照 那个中东男人也拿出了 很从东拿出他的护照 警察看了他的护照后 议论一会儿 然后又上来两个警察 就直接把他靠上手铐 就把他从车带下去了 然后警察带他走 说明他是败罪之身 或者是嫌疑人 如果那天没有那么巧 如果那天警察没有抽查到我们车 或警察没有认出他来 真的不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好的 对不起 脑子有问题哦 对不起师父 那个 你看看你现在讲话这个样子就嗲的咧 跟你说这样 要是警察不上来把那个人扣走的话 你真的说不定第二个 我告诉你了 是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师父 非常感恩菩萨 感恩心灵反门 你被他一钉钉上了 他就死钉着你啊 听不懂啊 对 我知道的 嗯 是 所以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好好修行 一门津津的多念经 多靠菩萨 然后菩萨可以为我们挡住千灾万难 可以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相信观世音菩萨 这样事上就会少很多这种凶杀案 然后各种的悲剧等等 你以为就靠菩萨 靠你们自己手戒啊 哦 眼睛们不要乱看 衣服们穿得整整洁一点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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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好了 哦 等安眠